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午安 中华民国基于维护国家的尊严 即日起终止与诺鲁共和国的外交关系 中华民国外交部郑重声明 我国政府获系我太平洋友邦诺鲁共和国政府 将以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 以及一中原则等理由与中华民国断交 为维护国家的主权以及尊严 我国决定自即日起终止与诺鲁共和国的外交关系 全面停止双边合作的计划 撤离大使馆以及技术团等相关人员 并要求诺鲁关闭其驻台大使馆 本部于2023年已经掌握了一些情知 中国积极地接触诺鲁的政要 利用经济援助又使该国外交转向 这个期间前总统坤洛斯访台出席我国国庆活动 以及第七届玉山论坛态度反复摇摆 有一度甚至想取消访问台湾 那么前总统坤洛斯内阁团队更曾经沿拟外交转向 后来诺鲁国会于上年10月25日通过前总统坤洛斯的不信任案 于10月30日改选雅定继任总统及完成内阁的改组 其间立场一度回稳 政府上任以后 新政府上任以后 我方其积极地与诺鲁接洽双边各项合作的计划 并于本年1月12日指派专使其能基于长期友谊 为巩固台诺邦仪及深化两国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努力 为诺方持续就澳洲要关闭诺鲁的难民处理中心 RPC 这巨额财政缺口 诺鲁要主办2016年的麦克罗尼西亚运动会田径厂的工程经费 以及澳洲在诺鲁的Bandigo银行要关闭等要案 向我国索取巨额的经济援助 并就台湾及中国提供的援助方案进行比价 我方基于传统的友谊 虽然秉持的最大的诚意 在能力范围内提出协助方案 令多年来我政府意在懦弱 推动比义其国际民生协助整体国家发展的合作计划 涵盖农与业 医味 教育 职讯 能源 基础建设 经贸 妇女 妇权等广泛的领域 但诺方仍昧于中国的利诱 罔顾我国的长期协助和情谊 台湾人民引以为傲的民主自由 赤裸裸地向世界展现共产极权的本质 我国政府在此 对极权中国 对民主台湾的强权霸凌 以及其傲慢碾压自由民主的作为 予以最严厉的谴责 我国与诺鲁 于1980年建交 2002年7月21日 诺鲁也曾因为债务的问题 片面与中国建交 我国政府于同年的23日 宣布与诺鲁断交 2004年10月23日 诺鲁鉴于中国承诺之援助 多位落实 源于2005年的5月14日 与我国恢复了外交关系 我国对诺鲁轻诺寡信 此次再度复从中国 引用联合国第2758决议 以及一中原则表达最深痛的遗憾 就在全世界许许多多民主国家 祝贺台湾的大选胜利 民主胜利的同时 北京当局选择用这种方式打压台湾 冲击国际社会的秩序以及稳定 这是对民主价值的报复 也是对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 这样的责任 当然是北京应该承担 我们也呼吁 北京当局应该放弃对抗 回到国际秩序的轨道上来 寻求与台湾区域各方面互利多赢的 共同努力 谢谢